如果我们在ATM机上取到假钱了,应该怎么办呢? 解决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,只需要一个动作,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换回真币。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大家好,我是孟瑶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,要是万一我们在取款机上取到假钱了,应该怎么挽回? 上个星期呢,我老公着急用现金,就去ATM机上取了3000块钱。 在用的时候,被人发现了,其中有一张是假币,这可把我老公给拿为坏了,后来就越想越气,决定去银行理论一番。 但是银行我们都知道,他们一般都是离贵盖不负责的,但是我老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,那天正好我也没事,于是我就跟着我老公来到了银行。 我老公这个人啊,有时候脾气比较暴躁,虽然100块钱现在来说的话不是什么大钱,但是他为了争了一口气啊,也很有可能跟工作人员吵吵。 所以我就提前跟他说了,我说到了以后咱先别吵吵,看看那边怎么解决。 来到银行之后呢,工作人员就跟我老公要了一下取款的凭证,并且询问了取款的时间,然后就让我们在旁边稍等一下。 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,这个工作人员就拿出来一份声明,然后让我老公在上面签个字。 其实这份声明啊,就是为了证实我老公说的话是真的,等我老公签完字之后呢,这个工作人员就重新给了我老公100块钱,而且为了表示他们的歉意呢,还送给了我家一桶油。 看到他们的认错态度如此诚恳呢,我和我老公啊,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。 在回来的路上,我老公就跟我说,赛翁是马,焉知非福,没想到因为取的是假钱而得了一桶油。 虽然这一桶油啊,也不是说能值多少钱,但是起码能够看到银行认错的态度。 那么这时候就有人问了,怎么从取款机上还能取到假钱呢?这银行也太不靠谱了吧。 其实怎么说呢?取款机里面的钱啊,是验钞机工作人员检查后再放进取款机的。 但是呢,这不能排除啊,他们没有工作失误的时候,毕竟是人来做事,就会有失误的时候。 在某一个瞬间,说不准就有工作人员一走神,就将假币放进了自动取款机里面了。 而且就算是自动取款机,它也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性。 虽然这种情况不常见,概率非常的小,但是它确实有可能发生。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我们在银行取到了假币,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这第一点啊,就是如果我们取完钱后啊,发现有假币,记住不要离开ATM机。 因为在它的上面有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摄像的,不离开它就是为了要向银行的工作人员证明你在这个地方取过钱, 而不是在你离开之后,随便的再拿一张假钞去银行兑换,到时候啊,势必会有不必要的麻烦。 这第二点呢,就是当我们取到假币之后啊,我们要拿起这张假币,在ATM机的监控端口进行展示,速度要慢一些,贴近一些, 让工作人员可以看清楚上面的英文和数字编码。 这第三点呢,就是格外要注意的,一定不要离开监控的范围,不要转身,也不要从自己钱包里拿出其他的钞票,以免和这张假币混淆。 其实啊,这就是为了避免银行工作人员对于你中途换币的疑虑,也能为你快速的换回真币,增加效率。 这第四点,就是直接按报警器,然后等待着工作人员来接听,你要详细的跟他说明情况,如果你是很晚才去ATM机取钱,银行工作人员都下班了,那么也不要慌张,我们可以直接拨打银行的服务热线,相信只要你按照我上述的三步走,一定可以换回真币的。 最后再来说一下,像我老公这种情况,就是当我们离开了ATM机之后,才发现有假币,毕竟我们大部分人对银行还是非常信赖的,很多人没有想到过在银行可以取到过假币,一般都是回家之后或者用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。 如果是这种情况,大家也不要慌张,我们可以拿着假币,直接去ATM机所属的支行去进行兑换,因为我们在ATM机上取的人民币,每一张上面都会有一个贯字号,只要是工作人员通过贯字号能够核对出这张纸币,就是从他们银行取的。 然后呢,我们再出示当时的取款凭证,两样东西一违合,然后再签个字,我们就可以换回真币了。 但是这个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,需要我们等待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。 如果我们不走运,碰到个别银行对于这种事情呢,离贵该不负责的情况,那么我们就可以拨打银监会的电话进行投诉。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情况发生呢,所以我们在取完钱之后啊,还是要认真核对一下的。 因为要是万一我们发现假币,换回真币的时间成本就会少很多。 好了,本期的梦瑶说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请您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关注我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